來 接下來看看 還有哪一些胎記的種類 蒙古斑 對 沒消息 很常見 很常見 所以我就說它是 因為一開始我媽 真的是 阿嬤有很多偏方 會覺得說它是受精了 中間 所以孩子生下來再七一塊子一塊 然後再另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說打牌嗎 就語氣太好 在外語的恐嚇它 造成它這個蒙古斑 所以我們家小朋友就是這樣 OK 可是我看在臨床上 很多小朋友都會這樣 因為上誕一劈出來的時候 我在嬰兒試看的時候 他們在換洗澡 或者說媽媽在報仇 我在看的時候 其實大概十個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有這樣子 是 像我女兒是在屁股的地方 有個小小的一塊 現在也還有一點點 所以蒙古斑算是比較常見的嗎 蒙古斑是非常常見的 一個良心的斑痕 大部分來講的話 在東方人身上來講 可以看得到比率 大概高達八、九十%以上 八、九十% 所以大概你看到十個小朋友 大概有九個都會有 其實確實是如此 最好的地方是大部分 它其實都是良心的 而且大大部分都是在我們 蓋住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大部分都在 背後、屁股 但是當然要注意一點就是 你要分辨清楚就是 是否被打到五千 打到五千這點一定要先分辨 要先分辨也好 要先分辨 因為暗會痛 暗會痛 還有會腫 有的時候它出現在手的地方 有時候在手腳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良心 其實是良心 所以你要先確定的就是 它是不是有其他地方 捏了之後 會有其他的餘青的地方 第二個重點 它其實它主要 它其實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色素 我們在真皮層跟表皮層中間 它本來應該這樣下去 它剛好卡在中間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會出現這個顏色 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是在白人 因為它色素其實比較少 對 所以白人其實比較不會出現 對 所以那時候白人 在寫教科書的時候 他們說 這個都出現在東方人身上 所以它叫 Mongolian Spa 它就把它說叫蒙古般 我們就乞以為慘 在過去其實我們叫做 就是 就是床母做技巧 就是胎記的一種而已 是 美國人他們就發現 東方人比較多 還有黑人其實也會有 你不要看出黑人 黑人就看不到了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黑人還是有 它就那個地方的色素 會比它更深 更深一點 更深 OK 通常它的顏色都是這種 有點藕塵藕塵的顏色嗎 它其實分成好幾個層次 好幾個層次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有的它是有一點淡灰色的 淡灰色 淡灰色的層次 對 你會覺得像這種來講 其實大部分就好像 我們剛才所提到 大概就是一、兩歲 有的就比較改善 對 但你說有的小朋友 他有的是比較一身的 都在屁股的那個 在屁股 屁股這個地方你比較深 沒錯… 在那個地方的顏色的話 確實會比較久一點 蒙古瓣有可能長在臉上嗎 比較少 常見的地方我剛才講的 就穿衣服的地方 在身區的地方會比較常見 但你可以把它拿來當記號 你的小孩子 哪個地方有記號 你給它mark起來 你就知道了 就知道這是我的小孩 對 這是你的小孩子 所以其實做記號 其實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吳森的說法還真好 如果說要解釋就是因為 鳳子娘娘先做的錢好 當一個做的一個記號 對… 所以因為很多媽媽 真的你也知道真的會緊張 你看到那個時候 你就會想說這個不曉得 不是 幹嘛自摸那麼多 對…她就會怪自己 明明自己贏錢還在怪自己 是 但其實真的就是 你這樣稍微 講一個笑話給她 她就比較輕鬆一點 OK 好 基本上我自己三個孩子都有 還有長到小腿的 但小腿的話就是 你比較會建議是她穿短褲的時候 更大一點 三 四歲的時候會比較明顯 因為我對雙胞胎 剛好一個左腳 一個右腳 這樣剛好 真的是給你做記號 對…真的做記號 基本上有些時候 如果它不是那麼大塊 真的會被誤會 剛剛盧莉醫師講的 我們就曾經在醫療室碰過 媽媽突然有一天跑來說 我的孩子是不是有被怎麼樣了 因為她剛好在瘦背 一小塊 結果仔細看她就是猛乳斑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一開始我們在新生兒 接到新生兒的評估的時候 我們在評單都會寫得非常多 都要告訴我們有什麼記號 免得誤會 可能我們護理人員在洗澡的時候 太快了 意思過去了 過了兩三天被媽媽發現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被誤會掉 所以這要很小心 了解 好 這兩個都是良性的 再來這一個是 草莓釀血管瘤 好紅喔 也有另外一種稱號叫做 毛細血管瘤 這個不常見嗎 這個其實都會有 這個都會有 尤其常見在某一些 比較小的娃娃 找場了的話 其實我們會癒得到 因為它主要 它其實是血管在增生 它血管在增生的時候 它可能長過頭了 我們會認為說 它的詳細的原因 其實還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我們會看得到 它比較特別一點就在說 它有的時候在前面 一到六個月的時候 其實還會再變大 對於我們護理人員或醫生來講 比較難去解釋 有時候在剛出生的時候 他會發現就在胸口 有個針尖一樣的 小小的一點 小那麼一點點而已 那是凸出來的嗎 它不見得會凸出來 可是慢慢慢慢 它越來越大… 後來就變得很大一顆 有時候他們有的就會考慮 要做其他的處理 這個東西其實是 所以我兒子的那一顆 應該就是草莓一樣血管流 它一開始的時候 小小的 對 小小的 然後它開始 就是養草莓越量越大 它就開始有變大的感覺的時候 所以醫生是覺得說 他應該把它拿掉 取掉 不要再讓它有擴散 繼續擴大的機會 對 繼續擴大 而且剛好在 就是它漏斗球的那一個點 現在我才知道耶 所以這個血管流 它是凸出來的嗎 它比較容易會浮起來 所以你會感覺 所以它才叫草莓 草莓 就是它有點撲起來 會有點浮起來 然後上面它有的 它還會有點 甚至來講的話 如果它的位置 比較不好的地方來講 甚至還會有 有時候會難照顧 因為它下面是血管 如果爸爸媽媽 不小心照顧的時候 有時候一破 那個血會一直流 一直流 所以會比較麻煩照顧一點點 但這個還好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個 最有趣的 最特別的 不能說有趣 但是它就是一個早餐 剛生吃後來的時候 其實還好 但是後來就開始長 所以它就開始拚命長 它長了四五十顆 是喔 四五十顆的草莓一樣的血管 小小的 就是小小的 越來越大越來大 家長就很擔心 一定會很擔心 四五十顆很多耶 很多啊 確實會遇到這種狀況 但是沒有辦法去用什麼而已 要或什麼去控制它說 讓它不要長 這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有發展 我們現在有另外的發展 就是如果說今天它長的位置 比較好的話 它長在眼睛 會遮到它的視力 或是長在哪一個地方 然後它很難照顧 一直容易出血 我們可以用一些藥物 現在是有這樣的藥物 正在嘗試 但是目前都還在實驗階段 目前我們醫院 其實就確實有在做 這方面的研究 它有可能會不見嗎 有確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前面一到六個月 它開始會變大 小草莓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到六個月之後 它大概會持平 希望了 大部分會持平 我們觀察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如果六個月以後一直... 大部分然後它就開始會持平 就不太長 一歲之後它再開始 就會開始萎縮 像我剛才講的那個四十幾顆 我們就可以一顆一顆觀察 我就慢慢的觀察 就發現其實 大部分來講 其實會慢慢的萎縮 但是家長要有耐心 家長要有耐心 會萎縮到不見嗎 它會越來越平 然後開始出現像膚色的狀況 所以其實也不是那麼惡性 所以你們才會把它擺在 是良性的部分 對 我們再來看到下一個 我們大概都是看到就是 就是不要再變大就沒事了 那確實大部分我們剛才講的 那幾種 不要再變大 大部分就沒事 可是這個的話 你可能就要小心的去處理 有時候要做進一步的評估 還有再...